各位同学,大家好 这是Determinant的第二页 第二页一开始有两个问题 是承接着第一页的问题 所以也要做一点点 第一页,尾声是Determinant A和Determinant B 然后C部分想我们计算A的Transform之后的Determinant 看看Transform是怎样 Transform是 就是把打横变成打直,打直变成打横 所以1-2,然后-3-4 再快一点点,你可以这样想 其实Transform是沿着第一页路 这两个对调 也可以这样看 差不了,很可恶,再写一次 所以接着要计这个Transform的Determinant 其实就是 1乘4加上 不是,减 负3乘负2 你看到呢 和这个是十分之相似的 和这个,都是1乘4 减 负3乘负2 和负2乘负3 这样而已 所以这里都是出负2 所以第一个想大家找到的特性就是 原来ATransform 的Determinant 和ADeterminant是一样的 好,接着D部分 就是 A,B A,B是什么呢? A,B是matrix 所以我们要用matrix的承法去处理它 matrix的承法呢,大家还记得 它里面那个第1 1的位置呢 是 要 这里乘这里 这样的 所以 出到负1 然后逐个我不跟你来 这个1 这个0 这个是2来的 这个就是 A,B 成完之后也是一个matrix 但现在问的是 A,B的Determinant 即是说 这个 负1,0,1,2 这个这样的物体 或者是负1乘2 即是负2 算完了 不知道你能否发现到呢 这里其实阿sir专门砌出来的 你看到吗 Determinant A是负2 Determinant B是1 Determinant A乘B 是负2 其实呢 我想你 懷疑一下 会不会这个等于这个呢 稍后呢 我们会有一个theorem 就是讲这个特性 A,B matrix的multiplication 成完之后的Determinant 其实原来就等于各自matrix的Determinant 双成 好,那我们马上去到 Order3了 之前我们讲的是Order2 Order2 那么呢 我们看回Order2呢 Order2其实就是 一边红色 是 出个正 蓝色 就出个负 这样 这种扯法 所以 Order3 就是 由这个 引伸出去 都是差不多 这样 先给一个定义 那你见到呢 我现在写First Definition 即是说我们有Second Definition 平时阿sir做呢 就不会用First Definition 不过也叫做 讲一讲的做法 那做法就是这样的 在要找哪个和哪个成之前 我们先要把第一第二行copy 然后抄在这里 在旁边这里 你见到了 把13-2 copy 放在这里 然后呢 将这个 -2 5-2 又抄在这里 copy and paste 这样 这里我免得花 所以就剩下这里 好了 然后呢 承法就是这样 都是向右斜 就是出个正 不过呢 今次 我们是要三粒相乘的 所以 向右斜 即是 1乘5乘5 这个是正的 所以第一个就是1乘5乘5 接着我们有三粒相乘的承法 -2乘2 再乘2 这个是出正的 -2乘2再乘2 然后呢 -7乘3 再乘2 这个也是正的 -7乘3 再乘2 这个正的 好了 完了 斜向右边正的就是这三粒 左边 斜向左边斜下来的 是负的 即是-7乘5 再乘2 这个就是负了 -7乘5 再乘2 这个符号就在这里出现了 后面的堆一直都是负的 所以你看到我 就这样抽了符号 然后用中括弧 表示就算数了 OK 接着呢 1乘2 再乘2 这个是负的 1乘2 再乘2 为什么是正的呢 因为我抽了符号在这里 刚才说了 然后 -2乘3 再乘5 这个也是出负的 负2乘3 再乘5 这样就齐了 整理一下 这个就是39 好 之后有两个practice的 A和B 大家试一下吧 我答案都给你了 我不再show了 你自己可以 计算完之后 看看是否计算到36和0 今天就到这里了